这位高嘉瑜遭失报 当时PTT出现一位美品维尼发文爆料 高嘉瑜前男友到林秉书母亲告别室 发传单闹场 替林秉书带风向洗白 这名网友设备起底 是绰号台独机关枪的李伯璋 虽然本人否认 但这说法现在被检方打脸 去年1月美品维尼曾在PTT 写下睽違依旧夺下荣耀的国中棒球队 季后花絮 爆料某球员在老婆代产时间 约女生到房间 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文章中还提示 当事人去年最精彩的一球 就是在台南球场 打者都跑回本磊庆祝 却发现被揭杀 不少球迷联想到他 2020年终止比赛 富邦队上统一师 是队球员潘杰凯被林哲宣 每季揭杀 时间点和关键字都恰巧符合 美品维尼所说 潘杰凯不满被影射愤而提告 检井追查账号IP 发现是从李伯璋手机登陆发文 将他依加重诽谤罪起诉 去年底李伯璋就曾在脸书澄清 不认识林品书 美品维尼的文章不是他发的 还说只要一查IP 就知道账号是谁持有 这回遭到检方起诉 他表示自己的PTT账号 早就被砍掉 那些以美品维尼发的文章 都是叫账号持有人发的 叫别人发文被告 当然是他担下来 虽然他声称握有证据 但始终拿不出来 再多理由仍无法让检方采信 TV月圣无线连日期才会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